李庆可能是娱乐圈里唯一一个改变了银行的人 2014年 李庆和李宇深为了给新剧做宣传 一起登上了男左女右的舞台 当节目进行到男女搭档互相爆料时 林深就给观众们爆了个李庆难以启齿的黑历史 坐实了李庆傻白甜的人设 他被骗了 被谁骗了 被一个就是诈骗的人 他当时真的是《红楼梦》白派了 这么大笔啊 真的是那样 所有的薪酬全部都给骗了 四年的努力 四年的努力 是什么让李庆心甘情愿的 拿出自己的全部身家 其实理由有些温暖 当时骗子假装成李庆的一名好友 慌称家里长辈生了重笔 急需一笔钱动手术 知道这件事后 善良的李庆二话不说 就把还没午热的《红楼梦》片酬 一分不生的转给了对方 结果钱财刚刚转账 对方就小声匿迹 李庆这才意识到 自己应该是被人给骗了 由于当时技术还不够发达 追踪手段远没有现在丰富 所以李庆尽管报了警 这笔钱还是没能追回来 得知李庆这么年轻的小姑娘 都被骗了之后 警察出处也表示非常震惊 导致现在所有银行的提款机上面 都会贴上反诈标语 结果警察来了之后 他们就说从来就没有像我这样子 这么个年纪被骗的 人家都是老头老太太 然后说你这么年轻 你是不是没找脑子 然后我就特别日本 从此以后你知道吗 每一个提款机上面都会写着 请不要给陌生人汇款 就是因为我这么年轻被骗了 凭一己之力改变整个银行界 或许也只有李庆能做到了 而他现在之所以能这么火 或许正是因为 骨子里能冒着傻气的善良吧 不过李庆虽然有时候有些傻里傻气 但在大势大飞面前 还是能hold得住的 娱乐圈里所有和已婚男搭档 传绯闻的女明星 真应该和李庆好好学学 2019年近于年火边全网 张若云和李庆的鸡腿CP 也成为了当时网上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正因如此 制片方也少不得拉两人出来合体营业 好让播放能继续上涨 但在营业过程中 李庆时刻都没忘记 张若云已经结婚 一举一动都和对方保持着安全距离 不但如此 剧中两人哪怕饰演是一对恋战 有些亲密举动无可厚非 但在拥抱时 却留了一大段空白 这是打算把唐一新也塞进去吗 除此之外 李庆在宣传期间 也多次提醒大家不要磕唐须谨慎 自己和张若云只是好朋友 是要将避嫌进行到底 当张若云发微博称 仙女都穿白衣服时 李庆立即在评论局留言 老话说的对 配图用的却是唐一新的婚纱照 既达到了宣传的目的 也把自己撇得干干净净净 不得不说李庆这波操作确实漂亮 有人说这是因为李庆和唐一新是好闺蜜 所以才会和张若云保持距离 但在娱乐圈里 闺蜜反目的案例不胜枚举 李庆之所以会这么做 还是因为他有着自己的道德底线 1990年李庆出生于江苏昆山 由于这里是昆曲的发源地 因此他从小深受其影响 11岁时就被父母送去了学习戏曲 由于天赋出众 李庆仅仅学了三年 就被送去了上海戏曲学校 还被上海昆曲学院院长一眼相周 选为第五代杜丽娘 接受国家的秘密派去 杜丽娘是牡丹亭的女主角 聪明闲静 完美契合李庆的气质 而且杜丽娘对爱情忠贞不二 敢爱敢恨 这一点和李庆也颇为相似 如果不是因为他后来 被李少红选中 到《红楼梦》中饰演少年薛宝钗 那么现在可能已经成为了 一名国家级的昆曲大师 正因为接受过国家的培训 所以李庆在大师大飞面前 一直都拎得清清楚楚 从不去炒作博眼球 不论合作对象 再后都会主动划清界限 但如果说 娱乐圈中最有可能打开李庆心扉 那或许只有魏大勋了吧 这可能是李庆最想删掉的一次黑历史 2018年 李庆和魏大勋一起参加某个活动 由于他们之前 在王乡爱吧 饰演了一对夫妻 所以活动现场就有人起哄 让魏大勋给李庆一个公主抱 魏大勋是个东北孩子 比较职场子 竟然真的把李庆给抱了起来 让现场气氛一度适合 但有谁注意到 李庆这时候的表情有些尴尬 当然 李庆会觉得尴尬 不是因为讨厌魏大勋 而是因为他脚上的高跟鞋不太合脚 从图上我们可以看出 鞋子后面还有一条缝 显然比李庆的脚要大 那么李庆为什么要穿一双 不合脚的高跟鞋参加活动呢 其实他也有自己的难言之影 在一次采访中 李庆说过自己的脚比较小 所以很难买到合适尺码的鞋子 需要专门定制 但定制的鞋子一来价格比较昂贵会心疼 二来攻击也比较长 不一定赶得上 所以他平时只能勉强自己 穿一些不那么合脚的鞋子出席活动 不过现在李庆已经红透半边天 赚了不少钱了 就不要再这么难为自己了 多给自己买几双合脚的鞋子吧 不知道你最喜欢底气的哪部作品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喜欢的朋友 也别忘了关注点赞转发三连一下 一起了解明星背后的故事